美中貿易關係該怎麼寫出新劇本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一語道破 戴琪19號出席美國智庫論壇 暢談拜登政府明年貿易戰略 她不諱言表示美國經濟最大阻礙 就是中國 戴琪表示傳統防禦性措施 如反傾銷或反補貼關稅 用來抗衡中國力道已明顯不足 強調華府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經濟體 正積極探索用來抗衡中國的新工具 中國疫情升溫加上房市疲軟 世界銀行將中國今年GDP成長預期 從六月定的4.3%再下修到2.7% 明年成長也從5.2%下修到4.3% 西方分析師多半認為北京想達成 今年的5.5%目標已經形同天方夜譚 除此之外今年到現在外資銀行 從印度賺得2.31億美元併購手續費 首次超車從中國賺到的2.04億美元 顯示西方銀行的亞洲金基姆正式換人當 中國清零長期自我封閉 加上美國持續打壓西方投行已經不願 現在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中 靜新聞 西子健 林立委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山靜美 靜好新聞